國務院總理溫家寶 在北京中南海紫光角 正式任命梁振英出任第四屆行政長官 未來五年是香港發展經濟 改善民生推進民主十分關鍵的時期 我相信你一定會成立 不辜負全地港人對你的期望 不辜負全地港人對你的信 終於只守 也不辜負重量的負責 我相信這是全香港市民的期望 也是最適合香港發展的安排 依法推動民主的發展 第一 要堅持團結 團結香港各界人士 公眾發揮全體港人的積極性 加強 各界人士的交流 消除 分歧和矛盾 其中心 其中心 廣中心 廣中心 其心協力 共謀法 其心協力 共謀法 公眾發揮 使用香港的制裁 公眾發展 共謀法 公眾發展 公眾發展 曾德成和鄧國威多年來盡心、盡力 服務香港社會和特區政府表現優秀 我對他們的貢獻表示衷心感謝 我在此強調兩點 任何公務員、事務局的人事變動 都不會影響香港行之已久 和行之有效的公務員制度和相關的政策 現在有些人有些做法 有時我就會想如果我年輕十年 我就會想豈有此理我就出來參選 看看你怎樣整我 怎樣政府啊 第二 有點 正者正於人 子帥啊 子帥之正 孰能不正 子帥以正 孰能不正 就是說 為政治整 要清解 做人要清解 廉政公署发生前所未见的人事大地震 处理执行署署长李宝兰女士 和另一名高级调查人员相继离职 造成内部士气严重低落 甚至有传言说近百成员工 杯葛原定今晚的年度晚宴 令晚宴被迫延期 这件事令到香港人对廉署的信心一落千丈 大家都怀疑事件是和梁振英干预廉署调查 他收受UGL5000万元有关 而UGL事件已经拖延漫长的时间 每次我们请他来解释 他只懂得说三个字 没有补充 但这件事已经对我们行之有效的反贪制度 造成无以伏加的选择 主席 这件事李宝兰女士已经不可能再去调查 现在我作为立法会议员 代替李宝兰问他 给他一个机会 在这里清清楚楚向香港人交代 他究竟在上任之后 有没有收过UGL钱 他有没有向行政会议申报 他够不够胆 将他和UGL的文件公开给香港人看看 看看他有没有贪过乎 我再说一句 不要再用母补充来浮衍我们香港人 因为我们已经忍够这三个字 主席我再说最后一句 我要特别提醒梁振英 当你没有了特首这个保护傘之后 你就是下一个去试 主席我们都非常重视 和支持廉政公署的工作 梁岳桥议员刚才问的问题 如果他真的关心这件事的话 过去两年 我特区政府和连村都已经多番解释 他刚刚才提到的UGL的文件 在前年十月已经公开的 所有这些问题过去多年已经讲过 特首不可能干预廉政公署的工作 廉政公署过去两天 亦就这个问题发表声明 有些问题要答是很容易的 平时我答了之后对我不利 而是任何投诉 在投诉之后 廉政公署投诉人和被投诉人 都不能和不应讨论细节 有没有建议 主席 主席 我真的想问一下 行政长官是不是间接承认 是被廉政公署调查 是不是因为廉政公署查他 所以他要动 李宝兰我特别提醒他 他已经整死了香港很多事情 请他不要再教席 李宝兰你之后的简短的根据 你之后的简短的根据 你之后的简短的根据 廉政公署的人事问题 我们是有制度规定的 行政长官和廉政专员是完全根据制度来做事的 我好难过 主席 香港人辛辛苦苦建立的信任和制度 今天就是在梁先生你手中完全葬送 大陆到现在都似乎大力打贪 你是不是一定要做 做到这么绝 这样害香港 令国家都蒙羞呢 李宝兰 主席 陶坚申议员的发言当中 大部分是选择来的 就有关廉署或者其他政府部门的人事问题 我们不应该公开讨论 有机会质询这个无诚信的得手 在你竞选的期间 你指你的对手前见 及后给明报揭发你 至少六个地方为例 签建 更加惊人的你收了UGC五千万 UGL五千万 你不肯认 张适宏议员的公司的名字 都说错 说明张适宏议员对这件事的认识 这个合同呢 请议员宿静 是一张离职协议 要求我在离职之后两年不竞争 不划断 这些过去都说过了 上个星期有传媒再报导这件事的时候 竟然就说这张协议是一个回涌的协议 这类这样的工作呢 如果你要去这类这样的报导呢 在坊间的揣测传言 没有事实根据 但如果你要澄清呢 什么工作都不用做 两年前都没有人说过是回涌 而这个协议是公开的 大家看到的 里面有哪一部分是说回应呢 所以我觉得 归根究底呢 我们都是说事实 我们在立法会议事厅里面也说事实 在社会上我们也说事实 对立法会议员的事情也说事实 对行政长官的事情也说事实 特首多年来 施政的作风呢 包括比较刚僻自用 用人为尘 语言艺术 油花圆 失信于民 刚才今早早答案呢 其实很多例子 已经活生生再一次证实 特首各下呢 在这一方面呢 是非常大的缺失是需要面对的 梁正经 挫教 梁正经 挫教 梁正经 挫教 梁正经 梁正经 去梁正经 打他 当时都只 movement了 你脑子 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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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他 桑子 现在已经走到几分钟地 马上就走到几分钟地 马上就要准够了 马上就要修理了 马上就要走到准备 马上就要去 要去4分钟地 马上就要去 河子 马上就要去 马上就行 宣佈我不會參加 不斷參加下一屆行政長官的選舉 原因就是我必須在來講一段時間裏照顧好家庭 我對社會未來幾年的責任 和對家庭的責任之間 我必須作出一個負責任的選擇 我可以去照額 我能夠在外面的選擇 容易夾斃 好幾年 我們正常看到的ала prosecutor 好幾年 來講了 啤酒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相信我们在场的每一会 将来不管在社会上 哪个岗位上 都会一如既既往地 为香港的发展 为我们国家的进步 贡献力量 谢谢各位 香港是一个多元社会 对一些具体问题 存在不同意见 甚至重大分歧 并不奇怪 未来五年 希望特别行政区政府 广泛团结 社会各界 全面准确贯彻 一国两制方针 坚守一国之本 善用 两制之力 扎扎实实做好各项工作 要与时俱进 积极作为 不断提高 政府管制水平 要宁神俱力 发挥所长 开辟香港经济发展 新天地 要以人为本 纾困解难 着力解决市民 关注的经济民生方面的 突出问题 切实提高 民众获得感和幸福感